中国人老百姓确实没钱了 消费枯竭 编者案 这是2018年7月26日刊登在国内搜狐等网络上的一篇文章 该文指出当今大陆的整个社会消费能力正在严重萎缩 消费 投资和社会融资均已出现断崖式暴跌 在融资压力之下 一场违约朝政大面积袭来 一场关乎千万人民运的大震荡开始了 不论是经资产行业 重资产行业 文化类企业 还是制造业企业 通通都无法承受这轮资本大退潮 令所有人都担惊受怕的房地产可能还没来得及崩盘 中国的实体经济就已经率先崩盘了 一句话 多年来只听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的中国经济危机到了 请欣赏原文 警报拉响 中下层确实没钱了 消费枯竭 作者 一鸣 2018年已到7月 内地消费已经拉响警报 5月 全内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 不仅远远低于预期 而且创下自2003年5月以来的15年最低 社销增速创下15年新低 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正在严重萎缩 换句话说 房价还在不断上涨 而中下层已经没钱也不敢大肆消费了 高房价正在透支社会购买力 先做两点 其一 消费体现的是社会购买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既包括衣食文娱 也包括汽车家电 但不包括住房 购房一般被认为是投资性之处 其二 消费 投资 出口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 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中的消费概念并不等同 但两者大部分重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变化趋势 足以代表消费的变化趋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路向下 这其中既有结构性因素 也有购买力因素 所谓结构性因素 值得使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 虚拟收入增幅不及以往 加上城镇化已经完成过半 城镇化带来的额外消费增量越来越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然难以保持原有的高增长趋势 在结构性因素之外 整个社会购买力不足 才是更加关键的问题 2015年以来的这一轮房价上涨 究其本质 就是以货币宽松和政策游会 通过去库存叠加盆改货币化 鼓励居民举债购房 其目的就是 以居民加杠杆 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席业债务危机 结果显而易见 房价一路高涨 居民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余额契 GDP随之一路上扬 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时的18% 攀升到2018年一季度的50% 短短十年 翻了两倍 这几年 新增住房贷款不断创出新高 几乎撑起银行贷款的半壁江山 2015年居民新增贷款3.87万亿 占当年全部贷款的33% 2016年新增居民贷款6.33万亿 占总贷款的50.04% 2017年的增幅虽然有所下滑 但也创下了7.13万亿的新高 占比高达52.7% 要知道 在居民贷款里 高达70%以上都是中长期的房贷 而在短期贷款里 资金也多数通过消费贷 现金贷等方式违规流入楼市 与此同时 房价不断上涨 房贷负担不断加重 居民加杠杆有增无减 但可支配收入却如老牛耕田般挪布 一块一万 收入远远被债务抛下 2006年 负债收入比还只有18.500% 2018年已经高达77.1% 一边是房价高涨 居民大幅加杠杆 一边是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利 结果是什么 必然是消费的紧缩 一 房价暴涨 财富效应 VS几出效应 房价上涨 会产生三种效应 一是拉动效应 二是财富效应 三是挤出效应 拉动效应 好理解 房价上涨 能够拉动一系列上下游产业链 这也是房地产 能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关键所在 所谓财富效应 当房价上涨 有房一族的房价市值随之水涨传高 以货币计价的财富也随之上升 即使不卖房 在这种财富效应之下 也有人会增加消费支出 然而 财富效应 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货币幻觉 因为不卖房就无法兑现 它只是市值上的财富 类似股市里的浮营 尤其是随着限售政策的普及化 新房一般都要被冰冻2到5年 这期间即便房价大幅上涨 房子的市值也无法及时转化为直接的货币财富 几出效应刚好相反 当房价远远超出收入水平 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普遍高于20时 即便居民能够挤上房价上涨的顺风车 也会因为首付和还贷压力 而被迫缺减消费 尤其是对于那些六个钱包凑首付的购房群体 消费挤压效应更加明显 掏空祖孙三代的积蓄 才勉强挤上房价上涨的列车 且不说父母祖辈的养老 医疗负担重压在身 即便是归还房贷 都会压得喘不过气来 哪还有负率的资金进行消费 财富效应会让人们增加消费 几出效应则会削减消费 一增一减 到底谁的力量更强大 消费数据已经提供了再清晰不过的证明 二 危险的不只是内需 这一次拉响的不只是消费警报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同时创出2017年以来新低 这其中 制造业投资仍旧保持在低位 而几件投资则大幅回落 只有房地产投资依旧保持在高位 消费增速创下新低 固定资产投资创下新低 贸易争端之下的出口形式 同样不容乐观 消费 投资 出口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均以呈现疲态 这一年的经济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三 靠房地产拖底 又能拖多久 国家公布的三大数据 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 一 消费断崖时暴跌 消费数据这么大幅下滑 历史还是非常少见的 我拉了一下数据 2018年5月的消费增速 上一次这么低的时候 这2003年非典的时候 过去15年 没有这么低的增速了 二 投资断崖时暴跌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6.1% 预期7% 潜值7% 若非房地产投资 持续高位 数据更惨淡 贸易战爆发后 在外貌 投资 内需这三架马车中 只剩下内需这一条路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上 天天高喊内需升级的原因 三 社会融资断崖下跌 前天 中国央行公布的五月金融数据显示 五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7608亿人民币 预期13000亿人民币 钱只有15600亿人民币 修正为15605亿人民币 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000亿 暴跌3000亿 预期进腰斩 可见 实体经济的资金面之紧张 到了何种程度 融资压力之下 一场违约朝政大面积袭来 一场关乎千万人命运的大震荡开始了 不论是经资产行业 重资产行业 文化类企业 还是制造业企业 通通都无法承受这轮资本大退潮 唯一还在坚挺的 似乎只有房价了 该醒醒了 这几年不干别的 只是使劲炒房的恶果慢慢出来了 上述数据可以反映居民杠杆和储蓄情况 中下层确实没钱了 消费枯竭 房地产作为最大的内需 却挤占了几乎全部其他的内需消费空间 这时提升内需几乎成为了提升房地产的代名词 有个朋友做电商的 今年感觉特别吃力 无论天猫还是京东 流量都已经到了瓶颈 站外还受到了拼多多的巨大冲击 期待中的消费升级并没有出现 反而可担价有向下的趋势 网上越是越是便宜或卖得越火 比如出现拼多多这样 令马云都感到害怕的怪物 问了一圈周围 许多收入20W家的人 普遍房贷压力大 拼命压缩消费 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 在深圳 千万资产负债多的是 你要是让他打个车可能都舍不得 省施俭用工房 严重的焦虑感 让许多奋斗青年都戒掉了梦想 房地产还是庞大的联合韭菜收割基 整个中国贫富越来越悬殊 目前中国的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向前1%人群集中 同时负债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向中间加新层集中 最终形成顶层墙 中间弱 底层大的结构 用大前言一的总结就是 M型社会 你会发现 在内地 消费升级和消费降低 同时并存的怪异现象 消费升级代表茅台 茅台虽是奢侈品 大家都知道供不应求 其股价也是越涨越猛 是因为消费茅台的 主要是财富向前1%的人群 他们越来越有钱 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消费降级代表 榨菜 榨菜肉刺面 古名关灯特别好吃 被房贷重压的中产 同样也不得不沦落到吃在太度日 如果老干妈上市 估计会比茅台还牛 内地很多高端消费品的供不应求 实际上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 而非中产消费升级的结果 这同时也提醒 做前1%人富人的生意 和后80%的穷人的生意 要么往奢侈靠 要么往廉价靠 中间很难赚到钱 因为房地产 中国只有庞大贫穷的底层 财富越迁的顶层 中产阶级 科赫 很快灭绝 令所有人都担惊受怕的房地产 可能还没来得及崩盘 实体经济就已经率先崩盘了 工行董事长在最近演讲时表示 2010年到2017年的居民褚续存款增长 与可支配收入之比 从25.4%下降至12.7% 降幅达到了一倍 而与此同时 居民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9% 几乎占了GDP的一半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空心化 这次中美贸易战 最后输的一定是内地 因为房地产的超级泡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促配 掏空了产业升级和高科技发展的根基 8090后甚至00后本来是内地2025规划中的主力军 本应该是我们在贸易谈判中最重要的地气 如果连他们都变成了韭菜 那么谁还能有资格谈论什么未来呢 现在不但人口空心化 就连城市也一个个沦陷其中 今年一季度 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率为39.8% 四成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这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这个数据必须对比一下 全国今年一季度末的亏损率为228万2058家 亏损企业37万2197家 这个数据当然本身也不好看 然而身为一线城市的深圳 工业企业亏损率居然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此外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去年同期下滑19.9% 而总亏损额同比去年同期暴涨54.3% 这种情况与我们之前提到的上海和杭州等城市的企业经营情况一模一样 现在深圳的土铁制造企业基本上处于整体不接的边缘 今时今日 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 中兴莫名躺枪 其本身和上下游的几十万工人面临失业 这些事情都是深圳今年要面对的麻烦事 2016年 任正非炮轰高房价警告师生严犹在尔 高土地价格 高房价已经导致了生产要素成本急剧上升 必然导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这是发自灵魂的呐喊 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对中国当前企业生存现状的担忧 是对中国企业经济力下降的担忧 内地过去十年 是房价高速上涨的十年 也是内地经济竞争力迅速下降的十年 在各个行业 除了垄断国企的规模越来越大 但是企业竞争力却越来越弱 所有的企业都不堪重负 内地过去十年 中国企业家精神丧失的十年 所有人都开始了投机 高房价逼迫所有人都想做房地产 高房价逼迫所有人都想去炒房 很少企业静下心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感谢观看